就是媒体场 其实平常你们看片都太冷静了 你知道吗 一到媒体场看片我就可紧张了 我特别怕大家看测冷静 然后我就偷偷地跑到那个座廊那儿 就那个楼梯那儿 我就坐在那儿偷偷看 然后看到最后大赛的时候 一直到最后大家就自发地又笑又鼓掌 鼓了三次 我一下就绷不住了 我就开始哭了 来 我唱歌给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个本标题都有了 制片人洗地毯 哈哈哈哈 累砸地毯 对 真的是发生内心 就跟大家有感触就好 今天真的就是在一个特别喜庆 特别热闹的一个气氛里面 今天就觉得就大样在这个气氛里面 哎哎一会儿大家看得很开心了 一会儿哎导演拿影帝了 导演拿影帝为什么要当导演啊 哈哈哈哈 不是 对 我我听说今天还是 我没没听错那个消息吧 是您给这个鹏哥颁奖的 真的是 影帝给影帝颁奖 不是我是就是 就是我是福星 你知道 哈哈哈哈 对对对 好再次恭喜热烈的掌声 恭喜大鹏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芝心 谢谢鹏哥 谢谢一波 谢谢我这些这么好的合作伙伙伴们 飘飘 方林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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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可以说我都不知道该先恭喜谁 我到底是要先恭喜大鹏导演 还是要先恭喜热烈这部电影 我们我们就说热烈吧 对 因为我们其实一方面人都在那个颁奖典礼现场 但是心非常挂念这边 因为这是我们全世界第一场面对观众的放映 谢谢你们来 谢谢你们来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电影 是的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电影 一直以来大家都特别期待热烈 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它是这个夏天最燃最炸的电影 但是真的看到的时候我是不敢置信的 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超乎了我以前 每一次看电影的感受 我一直在想说 哇它到底还能翻到什么样的情绪上面 所以到最后我看到最后的ending镜头的时候 看到一博的和和那个博哥两个人 这个泪流满面的时候 我觉得根本不是演的 那就是你们的人生 就完全把自己交给了这个电影的这个舞台 所以掌声送给我们优秀的主创们 希望献给他们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电影 谢谢 好的编剧 好的编剧 对 好的故事 对 好的制片人 好的主演 好的导演 好吧 我们从这个激动的心情里面回复一下来 我觉得其实呢 讲到这个电影 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有非常非常多 让人可以值得去深究和探讨的地方 但是呢 我特别想问一下各位几个问题 我首先问一下西姐 西姐啊 我看你今天这么激动啊 我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再问合不合适 就是你在整个的这个 筹牌热烈的过程当中 你最难忘最激动和最让你觉得那一下那 那个情绪到顶点的瞬间是什么 完了 就又在哭了 今天就哭到你吧 你这么说完了 他压力好吧 不哭这么大 我觉得就是最让我受感触的一场戏嘛 其实是伯格和姨博之间的那个对话 然后伯格有跟姨博说 说你看过那个小兔狗吗 你把他扔在地上 然后打几个果子 不管他伤得多重他过几天他就他就好了 他就痊愈了 我觉得我看到这句话 我听到伯格说这句话的时候 就让我想到了伯格 想到了大鹏哥 想到了一国 就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就是天生就是一个最优秀的演员 或者天生就有一条光明之路 这都是靠他伯格把弘打那么多年 大哥从一个记者 然后当这个演员当导演对吧 伯格也是从唱歌跳舞 然后来一点一点一点 对来一点一点一点 成为了影帝 对 然后一国也是练舞练舞唱歌那么多年 然后现在终于三部电影得到了认可 就我会觉得他其实影射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都是小兔狗 但是只要肯努力 只要能够坚强接地气我们就能站起来就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金丹号 就摸摸自己所在的那个舞台 然后尊重自己所热爱的职业 你可能就会成为那个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 我就说到伯格 伯格在这个戏里面我觉得你太青春了 我可以这么说吗 就是大家觉得在这个戏里面伯格是不是基本上跟一博都差不多大年龄的感觉 有吧 有 更少 是不是 我就全是说我 你要问一下一博现在什么感受 你怎么讲 这个问题全给一博 是让我给你讲吗 不是我没太听见你说的是青春还是青春 青春青春涵盖了青春 对 在一个这样的电影里面就是你怎么样你都会被感染进来 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燃的故事 这样燃的一个创作团队 其实这个故事复杂程度没有那么复杂 他就是最真挚的情感 最质朴的那种心灵的那种气动 对一件美好事物的向往 我们去努力我们去追求的那个最简单的程度 他可能抛弃掉了很多故事我们说 在平时写故事的时候要几番几头 要给他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他就是有劲的一直通理过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作的过程 对 但是博哥在里面演的是舞蹈界的OG 然后你本身也是OG 对 各方面的OG 你觉得丁维这个角色 你觉得跟你身上最像的地方是什么 帅 好 那就选一件 对 除了帅呢 对 其实这个感受因为找到这个人物应该不是太难 因为很早以前也跳过一段线舞 但是跟现在他们跳的这些已经完全不是一种了 但是当时那些感受 当时我就想着最早我们那时候排练的时候 因为没有什么排练室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拿一个录音机 然后呢接线或者装电池 然后呢跳舞没有镜子 是在商场的落地玻璃 因为到板上了以后里面暗了外面亮了就变成镜子 就在那还跳 但那股劲当时也是还记得 所以说这个感受是能够延续过来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故事让我最感动的就是 丁维和陈硕之间的这种你们这种情感 那除了是两代的舞者之外 更有一种 其实冥冥之中你们是同一类人 都是站在那个舞台上就想发光的那一类人 对 然后我问一下一博 大家发现了没有 一博在这个电影里面特别爱笑 他的笑的次数 我反正数到十几次的时候 那个电影才过一半 所以你自己发现了 你这个笑容是拍着拍着 跟这些哥哥姐姐们在一起 觉得合同很开心的笑 还是根据剧情的需要 其实也有速到 两方面可能都有吧 因为我还没有看过 不知道笑了多少次 这个也不容易 就是一般看电影一次 两次三次 是这样吧 对因为 因为 因为他上下非常好看 而且非常符合这个少年的角色 所以你自己在这个拍戏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特别开心 对挺开心的 因为是舞蹈的题材 因为我从小最开始热爱 然后一直去努力坚持去做的就是这个舞蹈 所以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是开心的 再加上 又把舞蹈跟电影是 融合在一起是做同一点事情 对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系里大家也看到 那么多真的摔倒 那么多真的摔倒 然后真的去练 那个东西都不是拍甲的 那个东西都是演员本身作为 也同时作为舞者所带来的能量 所以掌声送给王一波同学 太棒了 当然也要很很感谢帮我做一些很高难度的技巧动作 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厉害 但也要很感谢那些舞者们 对 谢谢 想所有的舞者之境 好 我问一下这个苏彪老师 苏彪老师我特想知道哈 你这个系里我最喜欢那件事情 就是说所有人都好可爱啊 就这系里没有一个所谓的坏人或者是反派角色 每一个人都超级可爱 就这样的特别像是梦幻一样的世界 就是在你的剧本当中其实常常出现 就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当时脑子里想构建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当时其实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写作源于性格 我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有些那个 人的情绪的人 对 然后 而且当时其实我们是带着 已经是一步一步在这个创作过程中 其实演员能陆续进来 对 然后其实对我而言呢 也是一个完成童话故事的一个步骤 对 然后因为从小的我想啊 不知道是否介意啊 就是伯哥 对 对 会介意的 对 就跟写童话一样 对 然后呢 在写童话中也是知道 最开始一国就进来之后 其实也是一直在分成他的作品 对 然后也从一国的作品 眼睛里看到了跟我们俱同的那份坚定的情趣和情人 对 所以 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一种故事氛围很契合 对 然后 也希望 这个作品吧 让大家相信一些纯粹的 热烈的 然后 唯一的 唯一的东西 对 像我们这个片名一样 五万难攻雷 其实我们其实 我觉得纯粹的东西是一直都在的 我们只是把它体验出来 对 然后我觉得 我们要相信我们一定有热烈的人生 对 一定无比热烈 谢谢 谢谢 紫阳老师 要问一下鹏哥 哎 哎呀 我刚刚 我在我才 很高兴 你这喜事太多了 哎 我因为我看热烈的时候 我脑子里还有保你平安的画面呢 是 然后我看的时候 我都一直在说 我说就是鹏哥拍的 因为在里面有非常多漂亮的镜头 把跳舞的 把所有这个舞者的那个 他最好看的那一面 拍的特别淋漓尽致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啊 就是你现在特别关注于就是 他有一点现实主义 然后在生活当中 有一群这样子的人 但是呢 他有一点梦幻色彩 这么一种题材 就是这个热烈跟你的保你平安 你觉得有什么差别 或者说你想 你想拍 想拍这热烈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当时想拍这样一群舞者的故事 你当时想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 就是我没有演这部戏 哈哈哈 不是等一下我要问一下 你如果要选演的话 咱先不考虑舞技啊 你会去演哪个角色 不会 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是因为 我其实在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说想过我们整个行业当中 又能承担起这样的表演 又能够演出啊 这么就是大家看到街舞的动作 这么这么帅 其实可选择的空间没有那么多 最合适的就是这两位 所以我我们很开心就是 我们邀请到伯格 邀请到一伯格的时候 其实他们给我们很多信任 因为那会儿甚至可能连一个完整的剧本都没有 只是有一个故事 说请二位能够参与到这个电影 所以伯格和一伯就被打动了 那这个项目就突然一下就变成 超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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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重要 对于我 是因为我第一次 这是我的第五部导演电影 但是我是第一次没有演这个电影 虽然我是 但 来奖背再拿上来 但这次合作了 合作了最 最希望合作的也是最适合的 再来搬一次奖 再来搬一次 两位这么棒的演员 对于演员 所以对于我来讲 真的就是 这部电影我有私信的 超过我前面导演过的电影 真好 真好 我就觉得今天就是 我看到了好多 我可以 载入我人生实测的画面 然后看着这个 刚刚拿到影帝的导演 然后讲述自己的导演作品 他的电影当中也出现了 还有请到了影帝 所以我觉得其实 对于观众来说 这个热烈的一下 其实我们特别希望 能够给大家开启 给这个夏天一个 特别美好的印象